大家好 前两天我们做了一期 就是说现在俄罗斯 乌克兰战争 很多俄罗斯族在西方国家都不好过 我们就说到华人社区的事情 然后我说欢迎各位朋友发邮件过来跟我交流 约我来个连线 然后有好几位朋友发过来了 观点都很有意思 经历也都很有意思 但是因为经历所限 我只能一个一个联系 今天我们这一位连线的朋友 他的经历非常特别 我们来听听他对于华人社区 以及更多的问题是怎么看的 您好 你好 乃拉 您好 首先还是老规矩 能不能请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OK 因为隐私原因 我就不说我自己的名字 我来自于新疆 来澳洲已经15年了 选居墨尔本 大家可能看不到您 我能看到您 就是相比于您来说 我长得更辱华一点 很明显就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长相 我想问一下 那就是在您在来澳洲的这么多年里面 您作为一个 首先我要问一下 您认为您自己是华人吗 我不以华人自语 您不认为您是华人 但是您的普通话听起来 比我还标准 因为我上学毕竟是在国内上学 我一直在国内读书都到17岁 然后来到澳洲 幼儿园到大学都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对 OK 所以我刚才说您作为一个华人社区的 这个 议员可能不合适 就是您作为一个华人社区的亲历者吧 您作为半个旁观者 您怎么看待这个华人社区的一些事情 有太多了 但是我实际上想说这个社区 任何一个社区都会有它的问题 但是有些问题的出现 就让这个社区会遭到其他社区 或者周围民众的反感 实际上里面有一个最严重就是不守规矩 不守规矩 我们大概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general idea 您能说两个例子吗 我就跟你说一个实例 你把就是我在墨尔满嘛 维州 维州也就是在去年还是前年 他把就是海外驾照的法律彻底改了 这个改的呢 就是以前呢 你如果是中国留学生 你可以拿着国内的驾照翻译件 一直开车 但是经常出现就是用那种网上买的驾照 拿了个翻译件 过来这么去开车 引发车祸之后 现在只要你的签证是超过6月的 你必须靠这边的招打译件 就是一个实例 就是不守规矩导致了很多悲剧了 实际上是 说到这个 说到这个 我在澳洲或者说我这辈子出过的唯一一次车祸 就是在我当时在澳洲读的大学附近 就是那个Roundabout 本来大家很放心的一开不用往左看 突然有一哥们那个车横过来就直接撞到我这个车的中段 我的老车就给撞报销了 下车一看果然是一个留学生 然后很慌张的样子 估计他的驾照也是属于类似这样的情况 好 您在澳洲这么长时间 就是说您是身处在华人社区当中吗 我是身处华人社区 我有跟华人社区我是有朋友的 但是主要是留学生为主 工作方面的华人社区人我接触的相对少 另外的圈子就是我自己的正常的生活圈 那基本都是以各个国家都有很multi-culture的一个环境 你对于原来的中文环境不是很依赖是吗 一 不是很依赖 二 我对它相对缺乏认同感 这个我觉得很奇怪 不是很奇怪 很有意思 就是您是在你有认知能力的时间里面 你认知发展过程里面都是在中国的环境里面认知发展的 中文的环境里面认知发展的 但是你却对它缺乏认同感 归属感 缺乏认同感 已经归属了 这个事应该不只是你出国以后的想法 是吧 你出国以前就是 我出国以前还好 出国以后这个想法是越来越强的 实际上我可以跟你讲 我这个想法实际上是 也不能说是瞬间改变 大概是两三年之后 我就很不认同这个社区了 也不能说不认同这个社区就是不想再以华人自居了 听您的意思说您曾经有一度还是有认同感的 你还是愿意以华人自居的 是吧 虽然你是少数民族 对 OK 有没有一个turning point 就是有一个点 还是说慢慢的你就觉得 怎么讲呢 就是随着生活圈子的改变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我更愿意在现在这个圈子里面 而之前那个圈子我就 有很多事情让我不想再回首 实际上是来了以后视野打开导致的 就是你也知道在国内的教育呢 就是很多东西它是不会告诉你的 对 然后我是来了以后 尤其是接触了YouTube这个平台以后 就发现 怎么跟我以前学的东西不一样 然后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东西我明白 我就爱去学 然后看到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以后 可能想法有点极端 我直接不以华人自居的主要原因 是我不想以我就是我来自中国这个字句 可能是我是比较 实际上这是讨厌共产党 但是我做的相对极端了一点 但我也在少数民族社区里面 这我肯定不是个例 甚至不是很大一部分都跟我一样 我也没问你 我也不想问您是哪个族的 但是您说少数族裔里面很多人都是跟您一样 您的信息是哪来的 因为您的朋友里面也有很多类似背景的朋友吗 对 有 然后也包括我的家里人 然后家里人的朋友 就给您说一个实例 就是像我这种就是在中国读了十几年书 大学毕业来到澳洲之后 一旦视野开阔 我们在外是不会说中文的 除非是真的有需要 我们是就假装不会说中文的 直接就相当于放弃 OK 实际上中文我听懂看懂 甚至是说是我们最会用的语言 这个是在我身上最明显的 我自己的母语我会说 我会听 但我不会写 我不会读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是选择不用中文 选择不用中文 我个人的体验是这样子 就是说对我来讲用中文的话 吸取信息的效率是最高的 表达效率也是最高的 我相信对您来说也是一样 对 但是您可放弃习取中文的效率 您要换取一个什么 是多样性吗 就让自己或许的渠道或者沟通渠道更多样性吗 实际上有很多原因 多样性是其中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实际上说出来 应该怎么去说这个 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实际上来自于中国 不想让别人知道 对 OK 实际上隐藏自己 包括很多我们这些少数族裔 都会在拿到身份之后 会把名字改回自己的发音 你举个实例就是 六四当时其中一个学生叫乌尔凯西 他就是少数民族 我们中文发音的发音就是乌尔凯西 然后你如果是中国护照拿出来 他就是用拼音写乌尔凯西 你让一个英文基础人去读 就会读得很跌脚 我们一般就会把它改回原名 乌尔凯西的话读出来就是 就是cash 那是什么语 是维吾尔语还是突厥语的发音 这个是维吾尔语 OK 我听您说话 我跟您交流 包括我看您的长相 我觉得您应该是属于一类人 就像乌尔凯西一样 或者就像很多像迪利热巴一样 是属于汉化的比较彻底的一个少数民族 可以这么去理解 对 汉化的比较彻底的 就是您刚刚自己讲 您自己本民族语言会说 可能生下来的时候 爸妈妈会跟你说 但是你其实并不掌握本民族的一些 比如说文学著作或者说也不会写 是吗 对 不会 会认也不会写 所以说其实您是属于很汉化的很彻底的少数民族 对 我是汉化非常彻底的 对 但即便这么彻底的话 一旦环境发生了改变 就是你突破了信息检防以后 还是会自发的去寻找一个 不管是原始的身份认同 您现在认同您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我如果别人问我的话 我会以分人去说 我一般分人去说 如果是我自己的朋友 我会以东土耳其他人 就是East Turkestan来解决 但是如果是像普通的鬼佬 对用鬼佬这个词也不太合适 没事 没事 我们都理解 对 跟他们说的话 我会说我是美国人 虽然我不是维吾尔族 我实际上不是维吾尔族 但是实际上是避免他们去抛根问题了 而且这个要解释解释很久 我就告诉他们 了解 你就说你这是维吾尔人是吧 对 那您自己心里认同呢 您觉得您是澳大利亚人还是维吾尔人 还是华人 肯定您刚刚说了 您现在不认同自己是华人吗 还是中国人 还是什么样子 还是说您觉得没有一个固定的身份认同 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我固定的身份认同 实际上我认为我是澳洲的维吾尔人 OK 我猜想 您不用回答 但是我猜想您的家庭出身应该是属于 比较富裕阶层 就是属于怎么讲呢 维吾尔人里面 或者说那个少数民族里面的中上阶层 您觉得可以这么说吗 而且家里面基本都是学者 对 那即便是这些应该也是最优先被同化的这些对象 而且也是被认为是同化的最好的 但是即便是经过这么多年同化以后 就是 我有个猜想 就是中共现在做强制同化的政策 不管是维族 内蒙 或者怎么样子 您觉得它真的能够实现它的目的吗 就是或者说需要多少时间能够实现这个目的 时间我不知道 相信我一定是会要用很久 而且在我看来它这个强制同化跟种族灭绝 是一个性质 我理解 不自愿放下你要抹灭人家的文化 然后我再等有了信息不闭塞以后再去读相关的历史 当然有一些历史我也读不懂 因为是用维吾尔语写的 这个我真看不懂 没办法 我是因为这些查阅以后就发现 就很无奈 你是让我没有办法去认同中国 可不可以这么说 就是正是因为这种强制导致你出来以后 这个信息的巨大差距导致你对原来的产生了怀疑 甚至是憎恨或者怨恨是吗 对 如果说没有这么这种不存在这种强制的手段 或者怎么样子 让人去自由思考的话 可能就不会有这种落差了 可能还是有相当部分人会认同 自己是个中国人的是吧 不管是不是华人了 有可能 这个是有 我只能说有可能 因为我知道我不认同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你骗了我一辈子 然后你还在尝试骗我的同胞的下一代 他们的下一代以及他们的下一代 这在尝试抹灭我的一个文化 这我是没有办法去认同你的 但是如果说是像其他模式的同化 像实际上犹太人在美国的那种同化 我相信他们会是认同的 他们能够同时保持两种身份认同 是吧 而且有很强的美国认同 国家认同 对 我想问一下您的这种思想 您的这种想法 或者您的这种同化失败的案例 占这个民族的大概多少成分 当然我们您可能说一个数字 我们也未必就说百分之百相信就是个比例 但是您感觉一下 像您这样想法的人 或者说有没有是不是大多数的您同族的人 在他们没有感觉到信息差异的情况下 他们其实还是比较认同中国的政策的 这个在我这里真不好说 因为我已经十年没有去过中国了 我十年没有回去过 所以新疆现在具体什么样 我不知道他们的想法什么样 我没有办法做一个表述 但是我身边的新疆人跟我 无论是朋友关系 还是其他什么关系 不认同中国的概率在90%以上 可能实际上这边的少数民族社区 人也不是很多 可能也就3000人左右 这个数字在2000人朝上 这就是三分之二还多 当然海外的社区里面 我相信是这个比例我是相信的 但有没有一种极端案例 就是它的确是被同化的非常成功 它不但认同这种被同化过去的文化 就是汉族的文化 而且它认同中共的管制的方式风格 它倾向于让更多的族人也经历同样的同化 融入这个 我相信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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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怎么说 我有类似的案例 但是这个案例是很多年以前 很多年以前 所以我没有办法用很多年以前的案例 说现在会怎么样 但是有类似的案例的 你怎么看待像迪丽热巴这样子的 就是不但是被接受 而且被捧到很高的一个位置的这样一个明星 我觉得对他来说挺好的 至少在那个体系下他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然后也可能因为他的光环保护到他的家人亲戚朋友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 但是比较担心的就可能跟我一样最开始事业开门那一刻 真的会受到心灵的暴击伤害的 暴击伤害 那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你明明是迪丽热巴应该是哈萨克族的吧 还是维吾尔族的 维族是什么 还是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的 你没感觉到就是你怎么就不替你的维族的同胞 或者维族的文化着想 而是甘愿去充当一个标杆性的民族融合的这样一个宣传品呢 我不会这么去想 因为他在那个环境下他所做出的选择是 就在那个环境下第一条件是保护自己 保护好自己有生命才有可能就是说再去做反抗 你命都没了 你做无畏的反抗 我不觉得是什么好的方法 OK 就是对于那些被动成为宣传的工具的这些人 您是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是吗 就是表示理解的 表示理解也表示同情 OK 我感觉你们看这个狄狄热巴是不是有点像 很多中国人看谷爱玲这种感觉差不多 我刚刚说到这个我是临时想起来的 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 就是好像 但是谷爱玲那个又不太像 因为他可能自己是选择去的 他可以选择为美国效力 但是他最后选择了为了中国效力 选择成为这个宣传机器 然后从中获利 是不是也有点这种感情的因素在里面 你觉得狄热巴你明明可以不去那个什么的 是吧 你就算不替你的民族发声 那至少你可以你可以做一点非商业的东西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多时候 这个可以去考虑一下 但是说实话他这么做 我是不会对他有任何怨言的 是一点怨言都没有 在里面里人总得吃饭 人总得活着 您在这儿 你刚刚说了当地的社区其实挺少的 两三千人的社区 您有没有感觉 因为我经常看到比如说阿德莱德或者墨尔本 那边有当地的使领馆会组织一些 中国使领馆会组织一些 比如说少数民族的活动 然后好像维族的活动 爱国的活动等等这样子的 会不会对于当地的社区 90%的人是不认同中共这一套的 他们会有个渗透的作用 或者说一个童话的作用 我很好奇 这是我个人很好奇的一个 说句实话 我有听说过这种事情的发生 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周围 同样民族身份的人去过 因为我想你们的贵楼比较小 两三千人 相比于中国国内控制少数民族的宣传机器来讲 你肯定是一个体量比较小的 难道完全没有被攻破 或者完全没有被吸引被童话这种感觉吗 你像海外的 还在很多人 哪怕你说反对中共的 他也必须要用微信 对吧 你们是完全没有吗 完全是自成一体 我们用微信 因为某些原因 我们跟国内的家人亲戚去联系 还是要用到微信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说什么的话 肯定不是在微信上面说 OK 真正要说什么敏感东西 对 敏感东西都是在别的场合去说 而且维吾尔人比较习惯面对面的说话 OK 面谈 面谈 OK 这个是个挺好的习惯 这也是个挺好的习惯 能面谈不要打电话 能打电话不要发微信 我也喜欢这样 没事 那我们继续前面 其实我一开始打断您了 就是说您对于华人社会的 您作为一个旁观者吧 尤其是您自己已经把自己摘出去了 是吧 您作为一个完全的旁观者的话 这个社区里面的问题 除了不守规矩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您能感觉 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就像我跟您说的 我的主要的华人的交集圈 实际上是留学生 人生偏多 然后另外一个我碰到的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跟他们去阐述一些观点的时候 很难 非常难 是因为什么 对 就比如说我个人是喜欢跟别人聊聊政治的话题 或者是国家最新的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 就平常挺好的一个朋友 聊天聊什么都好 一说到政治问题 一开始没问题 但是你只要敢说中国一个字不好 下一秒立刻翻脸 你是用中文吗 用中文跟一个来自中国的朋友 他也知道您的背景 对 然后他就开始对一开始产生警惕了是吗 对 下一秒不光是警惕就可以一秒钟变小粉红吧 换成其他国家的人也有这种情况吗 比如说换成一个俄罗斯人 你当面秘密的说你俄罗斯打乌克兰干嘛 你这个土匪 他会不会也会这样 这刚好有意思 如果是碰到这种反而倒没什么事 反而倒没什么事 对 他可能会给你 就是他会耐心地查出 你的观 就是他自己的观点 然后你两个人的观点会有碰撞 但是不会到那种直接要脸红脖子粗 马上要打一下的那种感觉是没有的 但是极其少见 但是我跟这些华人留学生 或者是比较年轻点人聊到这些问题 真的就会到脸红脖子粗 就差打一架 很容易大家的讨论就变成了一个人身攻击也好 或者变成了一个你有什么动机 你有什么不良的企图 是吗 就到了这种程度 对 可以这么说 这可能是不是跟你的民族身份是有关系 这个我不好说 因为我上次是说到什么问题 跟当时的一个上海的朋友找起来 就是我跟他聊到就是疫情到底是应该用哪个方针好的时候 就是国内不是一直倾向于动态清零 对动态清零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以病毒共存 实际上我说的原话应该是你这个动态清零 对中国本身的经济会有很大的威胁 然后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中国这个方针不好吗 就立刻就翻脸了 我就痛不奈 他就不想听你下面的观点到底是什么 他只要听到你说可能会是一个negative的负面的评价 那么就开始跳起来了 对 就让人很无奈 的确是 我觉得的确是 这也是我个人的感受 我做节目这么久 一直在邀请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观点的朋友 上来上我的节目 但是很难能够请到这样的朋友出来 我觉得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他一旦觉得他跟你的观点不一样 他根本就不会跟你说下去 他就先把你label一下 给你定了信了 他有什么其他观察吗 其他观察 那就另外一个就是我label了 就是说这次跟朋友聊到乌克兰战争 就是我说乌克兰战争 你说说这都已经入侵战争了 会怎么样 我朋友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普京是对的 然后我说对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然后我说但是发动战争就是错的 然后下一秒就是美国发动这个战争 美国发动那个战争 就是我们不会就事论事 就是我们再说一个事情 但你偏要把别的话题扯进来 就是我应该怎么说 然后比烂 比谁更烂嘛 对 就是一个正义的出现 很难进入一个就是我们怎么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这样一个讨论 然后就很大理性的讨论 对 只要有曾经发生过有争议的事情 那么任何未来的有争议的事情 乃至于邪恶的事情都是可以能够解释得通的 在他们看来 当然我公正的说一句 我对华人社区我也有观察 类似这样的问题在其他社区也都有 比如说这次的俄罗斯社区 你也会发现类似这样的情况 类似这种比较 怎么讲呢 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 包括不守规矩 其实其他族群也多少都有一点 对 但是的确像您说的 集中发生在华人社区身上比较多 大家似乎都没有这样一个 虽然我们都是自诩为是个礼仪之邦 文明之邦 但是似乎大家都不是在文明的水平线上的讨论问题 大家都是在比谁更野蛮感觉 好的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实际上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 就这些内容吧 然后我想补充一点 就是我朋友常说 就是华人朋友常跟我说 觉得自己受到歧视这一点 这个是让我补充的一个点 就是歧视有没有 肯定是有的 这个是你无论到哪个国家 哪个社区都会有歧视问题 但是不要什么事情都用歧视这两个字来解决 没错 没错 我今天在准备一个节目的时候 我看到联合国有个公约 叫做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 这是1965年当时立了个公约 看到这个名字把我给笑趴下了 因为在我看来 不管种族歧视还是任何形式的歧视 是永远不可能消除的 不可能消除 你就好像说消除全世界所有细菌公约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错 但是关键问题是我们要跟这东西 我们要尽可能消除它 尽可能的减少它 然后要修给它共存 但是不要把所有东西都怪了它层上去 对 对 这个实际上我是挺想给华人社区表达的一个点 不过华人社区 我周围也有 我中学同学 也不能说中学同学 那应该算语言学校同学 也有很好的黑人朋友 他们也是这样很爱玩这张牌 他们也喜欢玩这张牌 把什么都归到歧视身上去 是吗 对 对 他们也很喜欢 实际上我遇到的不少 但是我跟他们说的话 我也是少数一样 我为什么会觉得没有被歧视 对 实际上就想问题的时候 先把歧视放在一边 从别的角度想一想会比较好 没错 没错 其实这次看乌克兰跟俄罗斯的问题 让我产生了很多别的视角 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 其实我采访了很多人 包括乌克兰人 俄罗斯人 在那是华人 他们其实真的是有点同根同源的样子 其实是大家以前都是觉得 你跟我没什么区别 其实刚才听您这么说的时候 我们都是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 其实说老实话 我都希望我们能够 相当于我们有文化的共通的地方 我们希望我们都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的认同 或者是属于我们的身份认同之一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政策导致我们无法有这样的共同的身份认同 我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很多时候也是希望能够正本清源 让我们能够共同找回一个统一的认同 能够这个世界能更多的沟通桥梁吗 是吧 对 这个说得非常好 这是真的 实际上奶爸你也可以想一下 真的说到新疆 真的说到少数民族 我相信不光是您大部分的汉人是不了解他们的本化的 也不了解他们的习俗的 可能一说新疆少数民族知道维吾尔人他们是穆斯林 可能就到这就停住了再往后有什么都不知道 我来数一下 我知道维吾尔人 会唱歌 会跳舞 是吧 长挺漂亮 切糕 没了 葡萄 西瓜 真没了 大部分人都停住在这个 对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要怪中国的民族政策 其实它一定程度上也不太 它也是阻止了双方有一个良性的互相的沟通和认识 您觉得为什么汉族人对于这个维族 或者其他民族只有这么点的认知 说句实话 没有交 或者是也没有真的愿意给你开放一个具体的东西 因为你真要把维吾尔人的历史 或者他们的一切文化的来源 真的开放给别人去学的话 它太多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对 有点像他的历史书 前面跟后面怎么写的不太一样 没错 就那一下的话新疆建设兵团的合法性 顿时就出现了问题 感觉就 新疆的执政性都会受到威胁 是 这也是很矛盾的地方 是吧 它如果想保有现有状态的话 它就必须要让这个历史公开 让大家能够充分的讨论 但是充分讨论可能又会影响它的执政的合法性 其实不仅仅是新疆的问题 这是整个中国的问题 对 好的 好 谢谢您 咱们今天聊的虽然比较碎 没有什么组织性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补充 避疫的 希望以后咱们能就具体的问题 具体的某一个问题 来再次进行沟通交流 增加大家的彼此了解 好的 没有问题 反正你和我的音频随时都可以联系我 好的 谢谢 好的 拜拜 我来了 拜拜 好 好 好